要想提升自己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呢 教学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几千年来 把教育摆在地上 家庭也是如此 小孩从怀孕的时候 母亲就要学胎教了 小孩一出生 他睁开眼睛会看 竖起耳朵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 所以从出生到三岁 一千天 是扎根教育 谁叫他母亲教啊 母亲怎么教呢 母亲教弟子规 不是教小孩念的 把弟子规做出来 给小孩看 他全学会了 所以你看他三四岁 他很懂事 他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 那个根砸得多好啊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小孩 所以小孩难教 小孩很好教 从小教他 所以是 少臣若天心 习惯臣自然 你从小教啊 中国古人讲 教儿 婴孩 婴儿手里就开始教啊 三岁来不及了 他已经学坏了 现在谁教呢 现在电视在教 六七岁上学了 现在小学一年级 有什么网络呢 叫他 中国卖一点 我在二十多年前 在美国 韩馆长的孙子 六岁上小学 小学一年级 就用电脑了 电脑里面东西很复杂的 他究竟看什么 学什么 家人不知道 所以现在的 不是父母教 这些东西在教 那这些东西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细心去想想 暴力 色情 杀到一望 从小砸根教育 就教这个 那将来这很大要吗 今天整个社会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